今天,一位狗仔的爆料将他们的婚姻问题推上了热搜,消息迅速传开,引起广泛关注。 这位狗仔不仅爆料了他们离婚的消息,还透露了女儿归汪峰,而儿子则归张子怡。 这样的离婚安排让人感到意外,尤其是考虑到张子怡是汪峰的第四位妻子。 之前,汪峰曾经和前妻生活在一起,一同抚养前妻的女儿小苹果。 如今,小苹果长大了,但汪峰再次成为单身爸爸,尽管之前网络上频频传闻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, 不过这些都被证明是谣言,张子怡也为汪峰生下了两个孩子,让人们认为他们的婚姻幸福美满。 但是,突如其来的离婚消息让人大跌眼镜,有网友猜测,这次的离婚或许与汪峰音乐事业的下滑有关。 汪峰在音乐圈的地位明显不如以前,他的号召力大不如前,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演唱会上着力的下降看出来,人气明显下滑。 虽然这次的爆料看似信誓旦旦,但可信度还需要等待官方确认,毕竟这样重大的婚姻消息, 如果是虚假信息,涉及的法律责任是不可忽视的。 如果这次的离婚消息属实,那汪峰将迎来他的第五次婚姻,而他的口碑如今或许会对他的再婚计划造成一定影响, 他将面临更多的关注和批评。 汪峰和张子怡宣布离婚的消息,再次引发了网络热议。 根据知情人透露,目前汪峰和张子怡已经进行了财产分割,儿子归张子怡,女儿归汪峰,两人离婚已经有段时间。 根据狗仔拍摄,两人最近一次同框在九月份,一起去饭店吃饭,吃完饭后汪峰牵着女儿走在前面,张子怡抱着儿子离开。 现在回想一下,拍摄者特意说了汪峰带着女儿,张子怡带着儿子,而且最近几个月汪峰和朋友聚会,全程都带着女儿,压根不见张子怡和儿子的身影。 很多网友猜测,一离婚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聚会聚餐啊,两人还是称职的父母。 二,葛惠杰一直说汪峰喜欢赌,喜欢泡妞,被张子怡发现很多次了,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没准是真的。 三,怪不得现在汪峰去哪里都要带着女儿,原来是没人照顾啊。 四,被暴离婚,正常不应该出来否认嘛,为什么不回应呢? 如果两人真的离婚,那么很多事似乎都有迹可循,起码最近一年两人都不在秀恩爱,汪峰也不在演唱会上表白了。 据说因为抓到男方出轨,比方坚持要儿子的抚养权,真真假假,吃瓜不信瓜,做的倒是人回应吧。 只不过已经结了次次婚的汪峰,每一任对他的评价都不太好,如今快50岁了,孩子一大堆,又闹出这样的事,真是有些离谱。 你们说呢? 多年来,张子怡与汪峰一直并肩作战,共同经营多家公司,而这次股权调整,无疑是对他们长期以来的合作关系产生深远影响。 过去,张子怡与汪峰各自持有该公司一半的股权,一同参与公司智力和重大决策。 然而,这次股权调整后,外界开始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了疑虑。 今年年初,有媒体爆料称张子怡与汪峰正在办理离婚手续,尽管双方迅速否认了这一传闻,但此时还是让人们对他们的感情状况产生了担忧。 如今,再次出现这样的消息,无疑加剧了外界的猜测。 不过,也有网友表示,明星的财产分配和家庭事务往往错综复杂,这种股权变动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,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,不要过度干涉他们的生活。 总之,关于张子怡与汪峰的婚变传闻,我们还需等待官方回应,在此之前,让我们保持理智,不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,给予他们一些空间和尊重。 同时,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他们在荧幕上的精彩表现,感受他们作为艺人的独特魅力。 老话说,爱情就像咳嗽一样,不是自己想忍,就能忍得住的。 其实,感情淡了也是一样。 翻了张子怡的社交账号,半年来,她所发的内容,除了工作,还是工作。 从5月到现在,张子怡要么发自己的广告代言,要么宣传自己的新电影。 她最新一条内容,停留在10月9日,当天,张子怡在户外拍照,心情大好,表示喜欢陈光的爱抚。 同时,她又似有所指人生何处不风景,心宽满目皆花开,粉丝们都在为她难得发生活照而无比开心。 而以往爱非常经常互动的丈夫汪峰,却并没有任何举动。 再看汪峰的社交账号,最新的更新,停留在10月13日。 和张子怡的社交账号内容一样,汪峰所有的内容,全部都跟工作相关。 有宣传她自己的演唱会的,有写歌的,还有回应和刀狼以往的恩怨的。 甚至最近一次的中秋,她还是和团队成员一起过,和他们一起吃烤肉,一起做游戏。 6月29日是汪峰的生日,按照以往的惯例,夫妻俩会一起过生日,切蛋糕,拍全家福。 不过今年的生日,汪峰本人没有发布任何内容,而张子怡也不曾为丈夫庆生。 种种迹象表明,夫妻俩是不是感情出了问题。 社交平台上,张子怡经常透出小苹果的照片。 上节目,张子怡也曾多次讲起自己与小苹果相处的细节。 不少人感慨,这个后妈,胜过亲妈,当初那些不看好他们的人,也开始祝福他们。 结婚第八个年头,没想到传出两人婚姻破裂的消息。 不过这个传闻早前也短短续续有听说,但一直未经证实,毕竟明星离婚也不算什么奇怪的事。 当事人都没有进行回应,可能就是身在娱乐圈,对传闻已经不太在意了。 而这一次狗仔爆料,又似乎消息却凿。 要知道,明星一举一动牵涉甚广,不仅关乎其作品影视资源,还关乎其代言人设等各个方面。 离婚不像恋爱分手,任何离婚消息的官宣,都是经过明星夫妻以及双方团队深思熟虑之后沟通的结果。 这也是为什么圈内好奇对明星,都是在离婚很久之后才对外宣布。 然而这一次,狗仔不仅指名道姓,直接点了汪峰张子怡的名,还说是有知情人向其透露的消息。 从语气来看,江小燕几乎对这个消息很有把握。 知情人是谁?是汪峰张子怡身边的人?还是圈内知情人? 从江小燕爆料不一告不六分不故弄玄虚,而是直接公布来看,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。 如果是后者,说出这个消息的只是圈内人,那即便他自己知道,也不敢轻易对外传言。 毕竟,明星任何一点消息,都有可能给爆料当事人引来不必要的官司麻烦。 圈内人都懂圈内潜规则,当事人没有官宣,这种大事,外人根本不可能先发生。 而江小燕公布消息,配图是汪峰演唱会的大锤。 俗见,这不是普通的狗仔放料,是实锤。 极有可能,是江小燕和明星团队的一次合作。 明星都有专业的公关团队,所有的危机处理好了,就成了新的机会。 反之,没处理好,好的机会也可能变成危机。 因此,明星任何消息的宣布,都是慎之又慎。 吃瓜群众知道娱乐圈一些套路,有时,明星团队先让狗仔放出消息,试试水,给粉丝打个预防针。 引起热议后,再由明星团队进行必要的回应。 回应,要么是辟谣,要么是直接宣布传闻是真的。 有意思的是,两人离婚消息冲上热搜之后,有记者致电汪峰的经纪团队,工作人员表示拒绝回应。 真就是真,假就是假,拒绝回应,让传闻更加显得扑朔迷离。 而江小燕能够这样指名道姓,甚至还知道离婚的细节,其女儿归汪峰,儿子归张子怡。 难道,她就不怕所谓知情人透露给她的,是假消息,她就不怕给自己惹上官司。 目前,汪峰张子怡双方及双方团队,都为就此传闻进行回应。 我们且等一个后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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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